生气通天论 自古以来都以通于天气为生命的根本 而这个根本不外天之阴阳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 大如九州之玉 小于人的九窍 五藏十二节 都与天气相通 天气衍生五行 阴阳之气又一胜衰 消长而各分为三 如果经常违背阴阳五行的变化规律 那么邪气就会伤害人体 因此适应这个规律 是寿命得以延续的根本 苍天之气 清净则致亦致 顺之则阳气故 虽有贼邪 福能亥也 此因时之序 故圣人团精神 福天气而通神明 失之则泪臂久俏 外拥肌肉 胃气散解 此谓自伤 气之消也 苍天之气清净 人的精神就相应的调畅平和 顺应天气的变化 就会阳气故密 虽有贼风邪气 也不能加害于人 这是适应时序阴阳变化的结果 所以圣人能够专心致志 顺应天气而通达阴阳变化之理 如果违逆了适应天气的原则 就会内食久俏不通 外食肌肉堵散 胃气患善不顾 这是由于人们不能适应自然变化所致 称为自伤 阳气会因此而受到削弱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 则则寿而不张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是故阳因而上 为外者也 人生的阳气如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 假若阳气失去了正常的位置 而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 人就会减损寿命或夭折 生命机能亦暗弱不足 所以天体的正常运行是因太阳的光明普照而显现出来 而人的阳气也印在上在外 并起到保护身体抵御外邪的作用 阳于寒 欲如运输 启诸如今 神器来福 阳于鼠 汗 凡则喘 静则多言 体弱繁叹 汗出而散 阳于湿 手如果 湿热不嚷 大金软短 小金驰长 软短为鞠 驰长为尾 阳于气 为肿 似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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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寒 阳气应如门轴在门袖中运转一样 活动于体内 若起居促及 扰动阳气 则亦使神器外跃 阴于鼠 则汗多烦躁 呵呵而喘 安静时多言多语 若身体发高热 则像炭火烧灼一样 一经出汗 热血就能伤心 阴于湿 头部像有雾蒙果一样沉重 若湿热相间而不得排除 则伤害大小朱金 而出现短缩或持重 短缩的造成居暖 持重的造成伪弱 由于风可致浮肿 以上是种邪气 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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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 相互更带伤人 就会阳气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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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压Det